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涛 今天风和日丽啊 我们过来检测 今天是第13次核酸检测了 不知道还有多少次啊 反正赶紧要快一点了 我们现在赶紧过去 又开始配送 配送菜了 走 哦这是肉 今天天气更好啊 非常的好 我们又开始去做核酸了 第13次全面核酸检测 工作人员辛苦了啊 这么大热天 穿着这么 严实的防护服 大汗淋漓啊 蓝蓝的天空 令人向往啊 我们只有每一次核酸检测的时候 才能出来 现在又越来越严格了 今天是8月21号 新增 一粒 只有一粒哦 加油加油 顺利就在前方 支援者们工作人员都很辛苦啊 辛苦了辛苦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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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变成绿码了吗 变成了 但是刚才18栋17栋没通知 是那边吗 是那边吗 好的好的去吧 干净 绿码了快去快去 这里面凉快啊 那边都是黄马了 对对 算了啊 测完了非常的快 我们属于绿码 稍微来的迟了一点 在家做饭 这个天空值得拍啊 深拍 由于最近疫情就到一粒两粒了 很少很少了 所以更加管控严格 所有商铺全部关门 现在都统一采取这个社区配送菜 前两天我配送的是素菜 荤菜我当时没订 今天人家荤菜到了啊 13块钱一斤的肉 5斤起麦 一共65块钱 非常的划算了 5斤肉可以吃好多天了 这个是今天夏天 核酸检测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天了 这个天气 到处都很美啊 检测完了 赶紧回家做饭吃了 都饿了 等了好久 马上再封一段时间 我也变得长发飘飘了 这头发长的 长出了历史新高度 我目前一个多月没剪发了 你看我弟也是 你看这头发长了 但今天天气非常的好啊 心情也比较舒畅 刚刚接到通知 马上新学期开学上网课 院长说至少要上一个月吧 可能 所以正式开学应该是在 10月8号 国庆节之后 而且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啊 如果疫情反复的话 可能10月8号都开不了书 都不能线下上课 我们这一个月就在电脑上给学生上课 还有10天就要上课了 这个天气太棒了呀 这个天气太棒了呀 正好适合出去旅游 可是 到家了 自由的鸽子 晴空万里 晴空万里 吃饭